从小在古装历史影视剧熏陶下长大的我们,想必对两江总督这一名词是相当的熟悉,那么这个两江总督这一词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所谓两江指的也就是江西省和江南省,别看这两个省,表面上和其他省份没什么区别,可是事实上,这两个省尤其是江南省,可是极其富裕的省份,只它一个付税就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可想而知,它富裕的程度了,除了富裕外,江南省还是全国人才的摇篮,全国科举上榜人数,江南省占了一半,固有天下英才,霸数进出江南,的说法,在明朝的时候,江南省较难之力,其管辖范围主要包括现在的安徽、上海、江苏以及江西省乌原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盛四列岛等的, 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公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占地面积广阔,并且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绝对主导作用的省份,在清兵入关以后,则就彻底的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政治地位,因为它被拆了,那么为什么被拆呢? 只是因为清朝这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统治者们担心自己的统治,因为明朝很多势力都是盘踞,这个地方的,有钱有权的,一不小心让他们控制了这个地方,自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不就没了? 是以为了统治的安稳,清朝统治就开始肢解这个江南巨乌罢了,将其一分为二,其一是江南又不正式私,省会苏州,另一个就是江南左部正私了,省会江宁现在叫做南京,结果没过多久,也就六年的时间,清朝统治这又看不大过眼了,又重新划分了一下,江南又不正式改成了江苏, 还把江明和苏州画到了一起,所谓江苏一名就是取自江明和苏州的首字,至于安徽则就是因为统治者将安庆和徽州画在了一起,再取首字,就成了安徽省,只不过同南京一样,如今安徽省可没有徽州了,有的也只是改了名的黄山市,至此,江南省彻底的三分为江苏安徽上海,虽然这三个地方如今分开有很长的历史了, 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这几个地方的经济依旧保持着持续而快速的发展,就比如上海的GDP居中国城市第一位,亚洲城市中仅次于日本东京,而江苏的人均生产总值也是相当的高,至于安徽,虽然相对于江苏上海差距比较大,但这两年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如果是在给时间发展发展,没准也是能迅速赶上来的,可见,江南省, 无论古今,其实都是一块风水宝地